在犹太人的传说当中 以色列国王所罗门 由于得到了天使所书写的 罗杰爱尔之书 而获得了自由召唤和操纵恶魔精灵的能力 那么这本书就记载了召唤的规则和咒语 传说这本书是由七大天使之一的罗杰爱尔写的 里面就记载了宇宙一千五百多种的知识 那么罗杰爱尔由于同情将被酌出伊甸园的亚当 将书就赠给了他 后来书被嫉妒的天使而夺去 并扔进了海里 最后上帝派遣暴力天使 拉哈夫就把书取了回来 后来这本书又被赠予了贤者以诺克 那么以诺克又送给了诺亚 诺亚就根据书中的知识而建造了诺亚方舟 最后这本书被所罗门王所得到 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这本书中一共提到了四种至高无上的极大之法 分别是可以掌握七大元素之力的自然之力 可以凭借获得七种伟大道德和相应全能的智慧之力 可以直接抹杀万物万灵的死灭之力 以及据称曾经被造物主用来 将某个伟大存在分成七份时所说的裂解之力 据传说这七份存在分别被一些大能所得到了 他们分别就是撒旦 露西法 拉菲尔和所罗门王 并且让他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威力 由此可见这些咒语的威力非同凡下 只要能够掌握任何一种 就基本上拥有了和神等同的权和力量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两本魔法书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 小唐 第一本魔法书是大魔法书 也被称为红龙之书或者是撒旦福音 它是中世纪时一本被认为拥有巨大魔法力的魔法书 也是目前为止最危险的魔法书之一 因为里面就包含了许多召唤恶魔亡灵的咒语 大魔法书是19世纪时一本恶名昭著的黑魔法书 书中的著作日期著名是1522年 不过经过研究学者的推论 这本书的完成日期是19世纪 由一位黑魔法师所写 书中就记载了如何使用巫术召唤出恶魔鲁西法 或是与鲁西法相关的其他恶魔 并与其签订契约 以灵魂换取为财力和法力或者是权力为代价 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魔法书之一 因为鲁西法知道大批宝藏的埋藏地点 根据传说这本书还不怕火烧 相传大魔法书最初是在1750年 被发现于一个 宜为藏有所罗门王的墓地里 其是一个化名为霍诺里厄斯的 迪比斯人于1522年所写 这个人则是号称自己身体已经被撒旦所占据了 因此这本书的真正的作者 也被认为是撒旦 大魔法书在埃及开罗第一次出版 被视为黑魔法书 当时在欧洲的很多角落都可以听到 宝藏猎人们向鲁西法读书中伟大的这些咒语 他们当时就会说 鲁西法大王所有的反抗灵魂的主人们 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告诉大首相鲁西法格 西弗卡勒回应我的祈祷 我想和他立下契约 因为在19世纪的巴黎 重新还出版了这本书 导致大家可以在闹市区的各种书店 轻易就可以买到这本书 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沉迷于召唤恶魔和签订契约 因为大家都想要金钱和宝藏 而英国著名的神秘学者 约翰迪博士则是想要召唤天使 于是他通过灵媒和水晶球的帮助 而得到了跟天使沟通的机会 他就找到了灵媒爱德华凯利 凯利是约翰迪尔的同事 他声称自己使用一个水晶球 可以与天使或者是鬼怪进行沟通 他和迪尔森共同研究 与天使进行联系的方法 甚至凯利还研制出了一种 与天使和鬼怪进行沟通的语言 透过凯利 迪终于能够寻求天界的协助 破解了一份他沉迷其中的神秘手稿 索亚之书 那么这本书总共147页 手稿中充满了咒语 占星学 秘学 月球宫位 天使族谱 所以迪博士就深陷其中 那么这本书中最神秘的就是最后的36页 每一页都相有写满符号 无法辨别的正方形的表格 长宽接36号 索性 这个凯利成功的帮助他与大天使 乌列尔塔搭上了线 而根据迪博士日记中的记载 他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 立刻就问这位天使 他说我的书 那本索亚之书 是不是非常的伟大 而乌列尔透过凯利 就用拉丁文回答 他说 这本书曾经由神笔下的伟大的天使 在伊甸园中揭示给了亚当 因此绝对非常的伟大 所以迪就接着问那个天使 说 那你可以给我一些提点 该怎么样去解读索亚之书呢 里面的那些表格是什么意思 而天使给了他一个令人失望的答案 是只有大天使 米加勒本人才可以读懂这本书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索亚之书似乎就消失在了世界 直到1994年 美国的学者戴博拉哈克尼斯 就找到了两份手稿 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八号史龙手稿 以及牛津大学 波德利图书馆的908号波德利手稿 这两份手稿都以 卷手的第一个字 奥德拉亚进行了编幕 后来这本书也传到了海地 在海地 大魔法书又名为红龙 据说这是 巫毒的兴奋者与慎众之道的 信徒的圣典之一 之前宇哥也讲过海地丧尸之谜嘛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当地人 读了这本书 而学会了控制丧尸 所以海地丧尸之谜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一位朋友告诉了神秘学家作者 西布鲁克 自己在海地曾经经营一家甘蔗园 聘请了当地的一对夫妻为其干活 没过了多久 那位夫妻又招来了 数名行为举止怪异的男女 替他们分摊农火 那么这些人双目无神 表情迟钝 皮肤像是皱羊皮纸式的 附在了骨头上那种 他们还不吃不喝 穿着麻袋片做成的破烂衣服 只听从夫妻俩的话 乖乖干活 等到几天之后工作完成了 那夫妻俩就得到了报酬 就带着这帮人到集市上 去看歌舞表演 以奖励他们 看完表演以后 就给这些人一人发了一小块盐 当这些工人吃下盐之后 忽然之间他们就发出了惨叫 像是有了意识 各自奔逃就走开了 而集市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 仿佛早已习惯 没有人去询问或者是阻拦 因为当地人知道 这些所谓的工人都不是人 而是巫独教的产物丧失 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法国 由于盛行廉价魔法书 因此这本大魔法书 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许多翻版 于是便导致了这本书 在今天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人们甚至从网上也可以下载到 所以其真正的作者就无从找起 关于其名字也是充满了争议 有人认为其名字 源于古法语中的单词 而这个词的意思是基本原理书 因此大魔法书 也被认为是一本普通的参考书 其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玄乎 只不过由于后来的语言的发展 才最终使得这本书与黑魔法放在了一起 总之这本书与很多的魔法书一样 大魔法书中确切地记载了许多的魔法咒语 制造魔法的器物 甚至召唤诸如天使恶魔等超自然生物的方法 但其究竟是否有效呢 无人知晓 据说大魔法书的内文 是用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所写的 整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由于其包含有极其危险的魔法咒语 以及记载有教会与撒旦斗争 还有神志人员如何被恶魔慢慢的侵蚀的细节 所以据说原版的大魔法书 目前被分存在梵蒂冈密室档案里 从未公开过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幸目睹过 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大魔法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本危险的书 主要是因为里面包含了召唤恶魔的方法 而除此之外 这本书还有记载在成功的召唤了恶魔之后 如何驾驭他们的方法 比如根据传统流传版的记载是 在进行了召唤卢西法的仪式中 需要用到一种名为冲击杖的物体来控制卢西法 以及还需要将自己身处于 埃末提尔之时于两根弥撒蜡烛摆成的契约三角阵中来保护自己 而如果没有这两个准备 那么将很有可能被卢西法占据你的身体 那么还有一本魔法书是在犹太人的传说当中 以色列国王索罗门由于得到了天使所写的罗杰爱尔之书 而获得了自由召唤和操纵恶魔精灵的能力 那么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召唤的规则和咒语 但是这本书实际上是中世纪的术士们所写 并且书中记载的魔法 古力献祭属于所谓的黑魔法 据称现在保存最古老的该书为14世纪的手抄本 该书的史料性比较强分为四部 其中第一部就记载了所罗门王有关召唤地狱犬72大恶魔的方法 其中大部分的恶魔的形象和典故 有可能是抄袭至圣经的一部维典维以诺克书 但书中有关恶魔的技术可以引申到被教会禁止的一些古代传说和神话的典故当中 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医学和矿产方面的知识 而第二部则记载了召唤四方怪兽的方法 第三部是记载星象学和黄道十二宫的天使传说 第四部是记载召唤天使和召唤蜡象的咒语 目前认为该书只有第一部是中世纪而写成 后三部应该是并非原本 罗杰埃尔之书这本书的名字是源自于圣经的外点 以诺克书中的记载 传说七大天使之一的罗杰埃尔而且 记载了宇宙中的一千五百多种知识 以诺克书宣称罗杰埃尔由于同情 即将被酌出伊甸园的亚当 当时就将书赠予了他 后来被嫉妒的天使夺去扔到了海里 最后被上帝派遣的暴力天使拉哈夫把书取了回来 故事后来又讲到了这本书被赠予了贤者以诺克 后来又给了诺亚 他就根据书中的知识建造了诺亚方舟 最后这本书被所罗门王所得到 之后下落不明 那么从诺亚的那一段技术来看 这本书要是现在还存在的话 说不定就是机械工程学的入门手册 这本书一共提到了四种至高无上的极大之法 分别是可以掌控七大元素之力的自然之力 可以凭借获得七种伟大道德与相应全能的智慧之力 可以直接抹杀万物万灵的存在于万光之中的死灭之力 以及据称曾经被造物种用来将某个伟大存在 分成了七份所说的裂界之力 据传说这七份存在分别被一些大能得到 他们是撒旦 鲁西法 拉斐尔和所罗门王 并且都让他们拥有了无以伦比的威力 由此可见这些咒语的威力非同凡响 只要能够掌握任何一种 基本上就拥有了与神同等的权和力量 那么自然之力就是传说所罗门王 通过学习了罗杰埃尔之书而掌握的自然之力 并由此基础就创造出了独门的魔法 七要之力 一门可以同时操纵和结合金木 水火 日月 这七种不同元素的究极魔法之力 总之这个存在就非常的夸张 表现的形式基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各种的元素的魔法 甚至可以制造出各种恐怖的天灾而出来 那么智慧之力是通过一个 位于灵魂层面的星象空间 而这不仅是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灵智空间 从而保护自己的心智和灵魂 不受外界的侵害 同时能够将自身通过学习魔法 而在自己的基础上写入各种的理 以更加具体而真实的姿态展现其中 掌握的理越是广博精深 那么这个空间就会变得越发的宽广和真实 并且可以在达到某个程度之后 而形成稳定的领域 而被投射到物质的世界当中 在领域之中 所有自己所掌握的理 都能够无视外界环境的情况 而被具体的展现出来 并且展现出其具有的正常的效率 而死灭之理就是生存与死亡同根相生 贪恋生存不能十分畏惧死亡 如果众生过分的生长 而超出了准限的话 离死灭就不远了 它是直接抹杀万物万灵的存在 而裂解之理就是传说中的神器 毁灭者 大裂解术或者是解离术 解除所有的魔法等等的法术 这门极大之法所解裂的对象 基本上无所不包 所以以上尽管这些书 目前能够看到的可能都不是原版 但无论怎么样 许多的案例表明 使用魔法或者是召唤超自然生物 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所以对于一切魔法术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千万不要去尝试里面的内容 那么好了 故事虞哥就讲完了 以上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 未经证实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 制作视频不易 请大家多多的点赞 转发 加留言给我们哦 如果没有看到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 虞哥的头像进去翻找哦 我们是每三天更新一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